刚才新闻中提到了Stand Your Ground 不退让法 而这起案件也让这个不退让法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律师表示 其实在加州也有类似自我防卫的法律 但是范围相对的比较狭隘 全美大多数的州都有像佛州一样的公民自卫法 Stand Your Ground 不退让法 明定该州居民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可以使用致命武器做自我防卫 但加州行使的却是界定范围较为狭隘的另一条公民自卫法 Casolo承保法 加州的话是一个承保法律 就是一个人要创到你家里面 你才可以用Deadly Force 如果有一个人是跑到你家里面的话 法律是认定说你已经被恐吓了 你已经有身体上的伤害了 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个Deadly Force的反驳的话 它是认定是OK的 因为是在你家 那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它是规定你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合理的让步的行为 你才可以做Deadly Force的反驳 承保法的限定范围 是指公民在自己住家 院子 独立车库与自用车内 为保护个人生命和财产 可以进行武力抵抗 但并非鼓励所有居民在受到威胁时都以武力解决 如果人家闯到你家的话 加州是保护那个owner 房子的owner 房子以外的话 加州没有那么保护一般的受害者 所以例如说一个人他来打你 然后你可以跑走 很多州 就像佛罗尔德州 他没有这个规定说你一定要跑 你一定要退后 加州就是有这个规定 唯一可以真正讲说是保护到一般的市民 法律是很比较黑白 是如果一个人闯到您家 然后您打他的话就OK 另外要提醒新移民 不论本身国籍或居所来自何处 都以事发现场所属的区域法规作为裁决依据 如果我今天我在台湾 还是我在大陆 我发生了事情的话 我要允许造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做事 不是我的国家做事 相关州也是一模一样 如果我是在佛罗尔德州 我要造的佛罗尔德州的法律来做事 最后郑伯仁律师提醒 在美国新移民很多都会有纠纷 很多他们可能对警察不是很了解 英文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唯一做的 可能是比较是行为 可能是比较激烈一点 所以我们要小心让每一个华人知道说 那如果人家有来恐慌你的话 第一步最好是让步 最好离开 不管合理不合理 这个我很了解 很多的华人可能 如果人家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拿枪打他 好 他他他打了我 可是加州这个州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让华人 最后犯错了 就是有一个错变成第二个错了 18台新闻巴沙迪纳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